来比个赞比个赞来 基雄市长牛昌亲自颁证匾额祝贺并合影留恋 这是基雄市原住民模范母亲表演活动现场 在各单位团体及教会推荐下 共有15位原住民模范母亲获得表扬 其中中正区公所推荐的万金梅女士是单亲妈妈 从事没法验的她咬牙苦撑甚至四处打零工 一人做两份工辛苦拉拔子女长大 不只万金梅获奖的每一位原住民妈妈都有她们的故事 基雄市长牛昌表示除了借表扬活动 让更多人学习效法她们的精神 也希望大家不止母亲节 365天每天都要感谢孝顺母亲 母亲节365天是只有一天而已 不过我们希望把感谢母亲的这样的心情 我们在每一天都实践她 好好照顾我们的母亲 好好地体贴她 不要让妈妈生气 永远都要听妈妈的话 当一个乖小孩 已经是准爸爸的基雄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 与原住民议员陈明健也纷纷表达 对原住民模范母亲的肯定 我老婆已经准备要剖腹生产了 所以说 我老婆会觉得说我也得把它卖出来 不过是真的 那身为一个准爸爸 就看到真的母亲有多辛苦 做妈妈的来到杜卫区里面 要比我们一般在乡下原乡的母亲 要付出的更多 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任性 基雄市政府民证处方面表示 15位原住民模范母亲中 将由现年71岁 育有5名子女的中山区黄埔妹代表 参加全市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